嗨,大家好,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收盘的分析,今天呢我们看到标普是再次回调到了这个50天均线的位置啊,20天均线,应该是20天均线,50天均线,不好意思,50天均线的位置呢,向上做了一个反抽,那很波动,早盘大盘呢,先往下跌,然后再往上涨,我们目前能看到的整个的市场的这个节奏呢,还是一个上升通道,还是一个上升的结构啊,不好意思,刚才是收盘的声音, 收盘敲钟的声音,上升通道回踩50天均线,这整个的趋势啊,太过鲜明,还是一个上涨,只是不过呢,这个局部上,5分钟啊,30分钟啊,他走的有那么一点点波动就是了,但是整体的日线结构上面的上涨是没有改变的,好,经过今天的上涨之后呢,我们看标普500来到了进一步的压力点,今天早盘呢,他往下跌破了支撑,但是轻轻的跌破支撑之后呢,按道理来讲,以技术形态上破位之后,反抽, 应该是继续下跌的,可是他没有下跌,他继续选择了往上走,那么如果明天标普这个地方选择向上去突破,那么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上升旗形,上升旗形,它的这个继续走高的概率呢,就可以达到80%, 所以我们对于标普来讲,大家要关注一下明天,这个趋势线能不能做一个向上的突破,那我们这边回到标普的期货指数上面来讲呢,我们前一段时间看到了一波调整,一波调整,一波调整,那我们现在也是期待这个市场呢,也是一波调整往上去, 我们在日内的时候啊,其实关注了NKO,关注了大盘,我们再看是否有什么日内的交易的机会,其实呢,这个市场日内交易,其实是比较困难的,有很多情况下,比如说从底部拉升起来,眼看要继续往上涨吧, 他不往上涨掉下来,一种形态叫做破底翻,这个破底翻的形态,还有RB的这种形态呢,在市场当中,屡见不行,太多太多了,这就是一个,眼看一个整理破位,应该继续下杀,结果他反抽,反抽呢又没有能力做反转,这地方也是,掉下来之后一个整理破位,又往上反弹,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交易,刚才呢K线图,我已经给大家画好了,我们就按照那个K线图, 来继续进行交易吧,黄金这边呢,出现了一个下跌,黄金呢是,也不算下跌了,震荡,我的这个K线画在这里,倒不是继续看跌黄金了,接下来看黄金震荡,我觉得黄金的震荡区间将会在12,1727,1720,一直到1800之间吧,在这个地方来回的抖动,来回的震荡一下,每年,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,现在呢,开始往上做了一点反弹, 感觉上来看,应该有继续走高的迹象,但是呢,随着昨天美债收益率的下跌,可是美股三大指数也全面下跌的这种走势来看的话,美债收益率对市场的影响,应该是偏弱的,不需要,也是不需要太过的去担心这个行情, UVXY这边呢,继续下挫,然后大家呢,之前一直说,那我们那么看跌UVXY,为什么不给UVXY去买POOT,或者说不去shortUVXY呢,第一,你借不到,你借不到UVXY的股票,第二个呢,你买了POOT,大家都知道UVXY要下跌,其实买POOT也不赚钱, 所以呢,回过头来,可以看SVXY,这个产品是一个可以的选择,今天我看SVXY呢,它已经是,我觉得算是先行一步吧,把这个下降骑行做了一个突破,那我们都已经说过了,这个上升骑行,刚才已经看过纳斯达哥和标普了,那还是倾向于这个地方呢,会往上有一个breaking out,应该还是看涨的,然后今天呢,我们在Floelgo上面啊,看到了一个XLB,是6月18号,它有一张金单,这个呢,是Floelgo,是我们去, 看市场的期权大单的,看谁,哪一些资金买了大单,正常呢,有的单子200万啊,300万啊,你不确定是不是买单,比如说这个IWM,这个小盘股,它有一个3.5,3.5个million的一个进场POOT,那你不确定这是买的还是卖的,但是有一个金黄色的呢,就基本上代表它给你确定了,这个就是买的,所以XLB呢,市场是看涨的,XLB是什么东西呢,它是材料板块的ETF,我们在这个图形上来看,这个XLB的图形看起来也是, 非常漂亮的,我们画这个图形来看,从一波掉下来,下来之后呢,反抽,这是一个标准的WD,而且这个WD已经向上做了突破了,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WD,所以从这个图形上来看,XLB的日线图很强势,看起来呢,应该还是要继续的往上去走高的, 这个地方应该还是要继续的向上去走墙,走这个上升通道,那么今天道琼长得很强,主要是这个Home Depot长得很多,前一段时间有人说,我们在Home Depot的下跌的时候呢,建议大家去买入Home Depot, 因为当时有很多人讲说,你到底懂不懂,这个已经是横盘整理,已经选择了向下破位了,已经跌破了,而且呢,从中国进过来的这些材料啊,已经上升了百分之三四十了, 那你这个时候还敢来买Home Depot的,这是一个大弱势的一个开始,那大家回头看,他讲的有道理,但是大家回头看,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买,你现在看Home Depot的,还是涨起来了,讲的,涨的没有道理,涨的到无法无天的,这就是市场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, 还是需要一定的经验的,好吧,那现在还没有涨起来的,结果我们近期也跟大家多次强调了沃尔玛,沃尔玛这种股票,我们愿意在这种免费的节目里面去跟大家去分享, 因为大部分人,他嫌慢,他拿不住,可是就是有人,但他真涨起来的话,其实他也不慢,比如说你看一下Costco,已经涨起来了挺多的了, 如果你真的在低点买的话,其实是挺不错的,那么现在沃尔玛已经,还有上涨空间,这应该是大家多多去选择的产品, 我们期待沃尔玛轻轻松松的去填补140块钱的这个地方的,143左右的这个缺口,从这个位置涨到143,这也是7%, 也是7%的涨幅了,如果你会用期权的话,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收益了,好,那以上是原油,原油呢今天有一个向下的回抽, 有一点点尴尬哈,两阴夹一阳,有一点点像是要继续走通道,向下走弱的迹象,从日线图上来看呢,不是很好看, 30分钟的图形上来看呢,看不出来个所以然,有一点点倾向于这个下沿边的位置, 不排除呢有一个正经股票上面有一个低开高走,就是先下探,往上再往上走高,我给原油画了一个平台, 它如果能在这个60块5左右的这个区间里面徘徊震荡起来的话, 更有助于今后的上涨,原油最终向上去突破这个平台的概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, 好,这个就是今天想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些大团的方向, 然后还有呢,波音啊,还有CCL啊,MGM这种疫情受影响的股票, 今天是一个强势的反转形态啊,在50线军线上方的一个强势的反转, 大家在问为什么这个产品会出现这么大的反弹, 嗯,一样啊,昨天是怎么跌的,因为消息下跌的, 今天呢也会因为消息上涨,终究这些都是疫情复工的, 你总要坐飞机吧,你总要坐邮轮吧,对不对, 你总要坐,它就一定会涨,你需要做的就是有耐心, 如果你又没有耐心,又想买了就进去往上涨的话, 天下是不存在这种交易的,是不存在这种好的事情的, 好,最后提醒大家记得,理论和实践结合到一起, 它需要有相当的经验才可以做到, 理论和实践大部分情况下是结合不到一起的, 所以不要用经济学的原理来思考这个市场, 你会亏得很严重,好,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, 谢谢大家。